最近消息要持续来关注 海军S拐动C反前直升机 在22号下午高雄左营发生了众落地事故 现在最新画面曝光 当时有民众就直击这架直升机 众落地而且是相关人员赶快连忙惊险的救援瞬间 许多消防队员赶到现场后 是以强力水柱来喷洒 希望机身可以进步降温 也赶紧救出相关的同仁 不过这起事件一次适中被故障 发生了众落地 整驾驶升机当时是侧衰在跑道上 衰落的瞬间烟雾弥漫 而且机体还被火失烧的焦黑 还造成机上正负驾驶 检验市官长受伤